范冰冰在获新炮友,冯小刚任性玩出新篇章 我不是潘金莲于11月18日凌晨上映啊!终于终于终于啊! 继外国拿奖,国内跳票,武汉状况后。 潘金莲还是娇媚的出现在国人的面前一盏骚姿。 这不久男朋友的电影,可以说是让所有人都等着望眼欲穿了。 到底范冰冰演技如何?冯小刚又是否能保住自己的金字招牌呢? 且听小编给大家娓娓道来,主观色彩浓重,意识形态偏激。 如有不沟通的地方,请大家抱着对智障的关爱看下去。 闲话不多说,废话也少讲,电影讲求的就是一个视听语言,用画面和声音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。 巴特,冯岛偏偏偏任性地选择了圆形画幅,这种画幅不仅让摄影师抓心熬干,更是让演员在表演时有在顶流赛场上的感觉,一不小心就他妈有出画的风险呢。 我们不禁要发问了,为什么是圆形画幅?不是三角形,长方形,五角形或者多边形呢?非要是这个3.1415926的圆形,问得好,但是我也不知道。 不过从现场来看,画面确实唯美,每一个镜头都可以拿出来做装饰地址,周围那么多的留白,不只可以写多少具忧伤的诗句。 当然影片并不是只有圆形画幅,只要李雪莲深陷北京,画幅就变成了方形,圆形与方形相搭配,其中的含义大概也可以想出来了。 许多网友对范冰冰的演技不看好,哪怕是她已经获得了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的影后。 小编看完电影的要先吐槽,影后和演技好完全是两码式,范冰冰的演技被所有男演员秒杀,哪怕是刘华范伟这种出镜时间在两分钟之内的配角。 其中范冰冰冰那一口有东北四川又夹杂山东的混血扣音,也是让人服气,结婚是结婚,真话是真发,两个字的发音改变就企图呈现一个江西的农村妇女形象,也真的是太小看我国博大精深的方圆文化了。 之前有网友担心范冰冰出演农村妇女,会不会有种打几微服私房的济世感,随时可能要吃你心肝脾肺肾,但是这次的范冰在角色上确实下了些功夫。 四个角色,小白菜、潘金莲、豆鹅、白娘子之间的转换意义非常,在冯导的调教下并不是那么出戏,毕竟拿捏人物层次需要深厚的魅力。 这次范冰也与郭涛的激情戏份值得玩味,相间裸碑的尺度甚至不抵某些红毯,但是如何把那种半推半就的床戏感拍出来,需要相当有生活的人才能做得到。 抛开饭冰冰再来说冯小刚,冯导的形象比较多面,一狂一哥,有血又肉,吃着火锅唱着歌是他。 提龙六秒,与时代脱节,固守老炮而风范的是他。 打死不说,喝碎鼻祖,嘴巴臭到无法去亲吻热情的巴黎市民的也是他。 狼岛这次发扬了荒诞喜剧的风格,把黑色幽默玩得淋漓尽致,一部官场现行记,看着有些心酸,一部农村妇女心理路程,即使看着有些交错,剧情上,把个确实也很多,一言不合就上访,一言不合就罢官,十多年不认真做生意,却坚持每年去北京参加人大会。 这种为了推动剧情而强行架构出的情景,失去了对小人物艰辛生活的描写,底层人民群众的劳苦没有体现出。 反倒是生硬地讽刺了官场上只对上其负责不管下面死活的套路,最后张嘉义的那一段话,明显有重新配音过的痕迹,也不用对嘴行,俩人在那商量。 晚上吃啥也完全不影响剧情。 突然觉得冯导的功利用在这部影片上似乎被削弱了不少。 不过从艺术片来讲他是成功的,因为构图色彩,人物叙事上都非常讲求技巧,而且他做得非常出众,从商业片来讲他是失败的。 他和驴的水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过于讽刺这个社会,而且是用最不含蓄的手段,一个在街头挥舞手卷说大爷快来玩啊。 另一个则用眼神卖卖穿情语,你嘴唇下药交映欲低,前台词在说你好讨厌呢,相信应该是后者更让人有越获逢身的说服力。 自古至今,这类电影不会获得太好的票方,但是的冯小刚就这样任性的玩了一版,前有李安的中场战士,后又冯小刚的潘金莲,两位大导都开始不按常理出牌,从技术与呈现上选择了新的方式,难道电影真的那么缺乏好的故事吗?值得我们思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